市议员吴青山一开始就对于月珠停车场 民众申请多年却排不到的问题 要求交通处也拟改善的方案 避免一次申请就长久使用的状况发生 接着许多议员关心的新竹动物园再生工程 市议员吴青山表示多次向市府申请入园内了解目前动物的情况 市府以公安为由回复 吴青山议员认为公安问题应可适度处理 并请大会主席才是 单位咨询在关心我们这个动物园的这个改造工程 那我想动物园的这个改造工程 从去年的5月29号到今天已经将近一年了 这个到目前我们动物的这个收容 都这个临时的安置 里面的环境包括卫生 包括饲养的情况 目前动物的情况我们都不了解 所以说很多的民众跟本席来反映 希望我们去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动物的安置情况 那本席今天的执行 我们的这个工程 预计到明年的2月份才能够完工 那等于是说这些动物 要被关将近两年 在这么简陋铁笼里面 这些动物的这个状况 确实受到生活状况 确实受到很多的影响 我想很多的动物快生病了 所以说本席要求我们这个市政府 要安排我们议会同仁 去里面了解 但是我们市政府都一再的用公安的问题 来阻挠推托 我想公安是可以克服的 可以安排的 我们最主要是要关心我们动物 到底现在的这个安置情况 希望建议市政府 要做一个良善的一个改善 让我们动物能够快快乐乐的活 所以说现在这一次 我特地要求我们这个指席 大卫指席副议长来采释 希望我们安排到我们动物园里面 去了解状况 希望我们这个动物园的这个安置 能够做得好 让我们这个未来动物园开幕的时候 能够看到很多活泼可爱的一个动物 现在新竹动物园正在进行相关的工程 那我们也很重视在整个 安置其人动物福祉的问题 所以过去外界很关心的 那动物安置的空间是否足够 然后它是不是夏天会比较热 冬天比较冷 还有它是不是有一些行为的辅导 还透过一些药剂的让它比较健康 这些我们都注意到 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作为 那医员在关心说 是不是能够去关心整个动物安置 实际去查看 那我想我们过去比较顾虑 当然一个是说 因为现在工程在进行当中 这么多人进去 是不是有一些公安的危险 怕议员们在整个查看的过程中 有一些公共安全的意外 那另外比较担心就是说 这么多人去看 那动物其实它现在安置的状况很好 这么多人去看 是不是对动物也是一个打扰 那不过我想议员既然关心 我们也会来安排 然后让更多人能够一起来关心 整个动物安置的状况 而市议员吴秋谷长期关注公共建设 以及土地都更等议题 尤其在园中心百货都更一案 更是他长期关注的焦点 单位职群上 吴秋谷接获民众检举 在市政府附近 目前正在新建的两栋大楼 有公安环保是否案图施工等疑虑 请市府相关单位查查 针对中央路跟福厚街 这边的两栋大楼 这两栋大楼 因为大家对他们的兴建 整个过程 大家都感觉到疑闻成长 这种疑度的问题 就必须市政府要做彻底的把关 因为到底市政府才是专业单位 而且他们现在正要面临 使用石灶的申请 使用石灶的申请 有关有没有案图施工 有没有公安问题 应该会同消防单位 一定要好好的开一个 专案的协调会议 才能发放使用石灶 拿出对尹雄那一个建案 给他所破例 有关吴秋谷议员关心 市府后方的盘龙建设的建案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他申请建造取得之后 那我们也依照我们新竹市的相关规定 我们有办理一个施工勘验 那勘验的部分 目前他的建案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勘验到他的第14层 跟第23层都有完成勘验 那这个勘验过程中 如果他有为案图施工的部分 我们都有要求他做一个改善 那另外施工安全部分 我们新竹市也有我们的一个施工查核 那再针对他的一个安全部分 例如说他的一个外墙的防护网 还有周边的环境 还有一些像那个围离 还有绿美化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在持续要求 那原则上这个案子的部分 我们会着重在他的一个施工安全 那如果说他真的有所谓的为案图施工 我们都有请同仁要求他要予以改善 今天最后一位质询的林盈策议员 他则是申请社会处的同步听打服务 同时也是新竹市议会首次在议事厅内 进行同步听打作业 借以文字辅助听力 林盈策表示同步听打服务 可以改善听力辨识上的不足 有需要的民众可向社会处申请 同步听打服务 就是即时将口语转换成文字 让有听力障碍的朋友 能够即时好看字幕就知道对谈的一个内容 那么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市议会的支持 还有社会处同仁的协助 让本席能够在这一次的咨询 来体验同步听打 我想这是新竹市议会第一次 也是全国罕见 有议员在咨询的时候 能够提供同步听打的服务 因为有听力障碍的朋友 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使用手语 那么听力障碍 有时候也不是很单纯的音量太小 而听不清楚 因为听力障碍往往也伴随着 语音辨识的能力的衰退 会导致一些字跟音听不清楚 比方说像抱子跟包子 有时候我就会混淆 像背字背字我也很容易听错 同步听打我想它最大的一个功能在于是说 在一个会议或是一些场合当中 可能说者跟听者的距离 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 或是旁边环境的影响 让他可能没有办法一时听 听得清楚说者的一些字据 或是说可能因为一些因素 然后导致说有一些错别字的误认 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样透过同步听打提供这些 听障碍朋友 其实可以用电脑荧幕字幕的方式 能够充分的获得想要演讲者 或是想要在说明者的正确的讯息 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同步听打像今天 像在议会的议场上面 那林英策议员他需要这样子 更了解我们在被咨询的过程当中 所说的一些字据的部分 我想这样子的服务在我们的听障朋友来讲 其实这是获益是非常大的 市议员林英策在关心同步听打服务之余 也关心今年儿艺节结束后 在水资源公园所保留下来的 四项邮据何时可以开放 并且提醒陈销处水资源公园活化 不是将邮据留置就好 后续还要有规划才行 陈销处表示 未来将设置水岸观景平台 改善环境的设施 凯破新竹万事连李介荣采访报导 和娃娜汇访报导